823水淹高雄居民苦不堪言 而这水也把很多人 对民进党的支持给淹掉了 民进党的那些人都是脏头鼠目 那种淹水就是好像是说 怎么讲事情发生了 他们还在逃避 逃避那个都怪到别的 这位阿嬷带着两孙子 她媳妇就是住在高雄凤山这栋公寓 暴雨袭击那天 这里的地下室大淹水 他们的机车也全坏了 还有陈青路这边 当时也是道路变河流 民众气炸了 有受医师讲得更直白 年底的选举 已经是高雄市民跟民进党的战争 还说要用行动力挺韩国瑜 力拼翻转 不只有市区住户 大雨淹出对民进党的不满 大辽林园这代有农民 因为今年菜价真的太烂又滞销 导致他辛苦栽种的心血 变得不值钱统统当废料 在台湾啊 台湾啊 他因为说什么话的抱歉就好啊 务农的陈大哥看天吃饭 但也说农产品销不出去 那就不单单是天灾的问题 通批政府让产销不平衡 很多的农民东西根本销不出去 人无可认真的要换人做做看 哦 我又坐游览车 哇 那就没主动的精神啊 对不对啦 车都要走停就好 是啊 没消灾也好啊 不搭游览车要自己骑车去挺韩国瑜 陈大哥甚至说 政治有时候就像是种菜一样 放太久会腐烂 得拔掉虫种 天灾人祸都是怨 小市民无奈判何时能改变 记者王家庆吴国珍潘颖文高雄报导